新赛季上分最强的十位英雄 这些英雄闭着眼睛血都能让你连胜上网者 第一位新版典尾 以前咱们总是调侃三体人大战原始人 但是今天原始人的代表人物典尾 在新赛季就大改大重做了 事实证明冷门英雄也有春天 改版以后的典尾 他的全部技能都和一技能一样可以解控 你看一技能可以解控 二技能也可以解控 三技能大招还能解控 一生三个进化 解控之余还能提高攻击距离 满成解控被动叠满以后 手长堪比射手 你想想控不住手还长 新版典尾会有多疯狂 你要知道典尾从来就不去伤害 他以前之所以弱 就是因为他缺少能把数值变现的机制 而新赛季增加了机制 增强增到了刀刃上 再配上新版的红领斗篷 又肉伤害又高 还能一路从前排忙到后排 可以预见新版典尾 绝对可以争一争新赛季的T0宝座 第二位杨玉桓 李华在S32赛季末 已经成功登顶为三榜第一了 那作为目前胜率最高的英雄 他在新赛季里又吃了两波红领 第一波红领是至财猛眼的改动 重伤效果砍了三分之一 这意味着李华以后给自己 给队友好好回血加血的时候 你都找不到可以反制他的方法 这极有可能在新赛季 把李华送上中路非半必选的位置 那第二波红领是野区的改动 以后前期双人吃野的收益是1.6倍 举个例子核蟹价值100 打野一个人吃就是100 但是你和打野一起吃就是160 以后咱稍微蹭两个核蟹 或者跟打野一起吃现吃野 你的发育会比上个赛季快一截 要知道李华这个英雄非常依赖装备 更快的发育意味着更高的强度 更高的强度意味着以后李华 真的可以一秒了 第三第四位加罗黄中 这两英雄吃的红领基本一致 所以咱们放到一起说 新赛季的所有防御塔 都可以获得保护机制 而且持续时间一直到10分钟为止 持续10分钟的塔下面伤 这一位置维塔变得更难 优势防滚雪球变得更慢 留给发育的时间变得更多 因此这一改动重大利好 全体发育型的英雄 毕竟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和发育时间 这相当于保送神装了 所以你说这中后期英雄不得起飞吗 而这所谓的后期谁最强啊 加罗和黄中嘛 后期双雄 他俩前期发育的游戏体验变得更好 自然中后期 就能更早地站出来代飞全场 第五位凯 肉凯是老牌强势玩法了 大伙都知道他伤害高坦度高 唯一的缺点是没有爆发 因此面对高吸血高回复的英雄 肉凯的切人效果比较差 但是新设计的红莲斗篷 他可以附带重伤效果了 咱们暂时终于有了自己的梦魇制裁 从此以后 你再也不用求爷爷高奶奶 让自家法师射手做梦魇制裁 面对高回复型英雄 咱们可以自个儿来 所以新版红莲 对于肉凯来说 不但是增强了伤害 还让肉凯有了重伤效果 补权的肉凯最大缺憾 以后切射手 再也不怕被射手吸血反射了 肉凯有望重回巅峰 第六位夏侯敦 夏侯战路极其强势 坦度伤害也都巨高 但是和肉凯一样缺少爆发 因此和肉凯一样 他也被新版红莲补权的缺憾 作为最适合新版红莲的战士之一 从此以后无论是打野还是走编路 夏侯的强度都会起飞 第七第八位司空正米约 这两得放一起说 因为他俩作为游戏里少数的 法系普攻类英雄 他们天生就有着极高的吸血收益 所以他们做吸血书带狂暴 性价比极高 而在新赛季 制裁和梦眼的重伤效果被削了 这让很多射手法师 他都不太可能为了司空正米约 去专门做一个已经被削了的制裁梦眼 而新版的红莲斗篷呢 他又是一件误抗装备 所以一般的编路 也不太可能会放着魔女不用 转用红莲斗篷去反制司空正和米约 因此他俩剪了一波大漏 这可以让本来就强势的米约司空正 在新赛季变得更加强势 甚至没准能让他们重回编路 去包打那些新赛季冒头的红莲战士们 第九第十位牛魔张飞 新赛季的辅助装备大改 移出了风之轻语 星之配饰等多种二级辅助装备 以后辅助装备的二级 就只剩下精卫和几颖了 主动效果和被动buff的属性 在三级辅助装备里二合一了 所以以后的辅助相当于多了一个装备格子 但是相较于软斧来说 英斧的收益可能会更大 因为新赛季完善了防御他保护机制 优势方冲塔变得更难 月塔攻坚的任务变得更重了 而在坦度这一块 英斧有先天优势 尤其是牛魔张飞这一类 既能当前排又有大量控制 还能增强队友 保护队友的应付 那以上这十位英雄 谁用谁连身 炎祖你试试看呀